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职业移民取消了绿卡的国别配额 对亲属移民也有一些变动 另外最近同时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9年8月的绿卡排期 然后也有一些变动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块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还是很多人关心的 首先先说到HR1044 最近对中文的报纸也提供了相关的意见 过后会登出来 然后此前在今年2月的时候 就写过关于HR1044的文章 这个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叫有数字有真相 讲了HR1044这个移民法案的情况 后来在今年4月的时候 我们又录制过关于这个法案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YouTube和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 HR1044可以找到 那么这虽然是几个月以前的文章和视频 但是基本的情况没有改变 因为这个法案的文字内容也并没有变化了 唯一的一个变化就是说 当时那个法案众议院讨论的 现在已经通过了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众议院通过并没有自动成为法律 大家知道还需要通过参议院 并且接着经过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如果是总统否决 那么参众两院都需要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才能够推翻总统的否决 那么目前对应的在参议院的法案 大家知道叫S386 在参议院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日程 说什么时候讨论 什么时候投票 倒是有消息说在参议院受阻的情况 根据一些政治评论网站 预测这个法案通过参议院的机会 目前说只有4% 因为在参议院如果说终止讨论进入表决 这个有一个叫Filibuster 然后需要60票在参议院支持 才能够停止讨论来表决 以前有一些移民改革的法案 就因为这方面的要求没有能够通过 当然了 支持移民改革法案的人 现在已经通过了众议院得到了批准 那么现在受到很大鼓舞 他们当然也会努力 尽量要求参议院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是目前的情况 那么如果回顾历史 我们知道比如说2007年的时候 当时综合移民改革法案 得到了小布什总统和参议院领袖的支持 但是当时也是同样 在参议院需要60票才能终止辩论 付诸表决 最后投票的时候只得到46票支持 而没有通过 从那以后到现在已经12年了 一直没有通过像那样规模那样幅度的移民改革法案 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当时在美国就有上千万的非法移民 或者叫无证移民 但是因为各种利益团体有复杂的纠割 有不同的追求 所以国会两院都通过移民改革法案 还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这个法案最终得到通过 成为法律得到实施 会怎么样呢 对于已经在排期中的中国EB5投资移民是利好 避免所谓叫外国人插队的情况 缩短排期的时间 比如说现在可能要排15年 缩短了以后吧 预计可能排七八年 大概是这样 对中国EB1 杰出人才类别的申请人呢 估计这个影响不大 因为呢 现在中国申请人已经拿到了EB1相当数量 而且呢 来自世界各地申请EB1的人数呢 也比较多 因为这里存在一些变数 法案通过以后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申请啊 但另一方面呢 EB1批准的标准会怎样变化 因为要EB1批准也需要有相当的背景资质嘛 简单来说吧 估计影响不大 对中国EB2EB3会怎么样呢 这个也稍微复杂一点啊 因为有一个三年的缓冲期过渡期 所以呢 在法案生效以后的前三年里 对来自中国的EB2EB3种类的申请人呢 能够得到的名额会多一些 这三年过去以后可能会减少名额 简单来说 现在呢 中国比如说可能每年拿到2800左右的名额啊 所有这个4万里面的7%啊 对EB2EB3分别都是这样的 在这三年过渡期里呢 中国能够拿到12%到13%差不多 所以还是要多很多的 但是呢 此后如果按照目前的文本 中国的这个申请人呢 拿到的名额就会减少了 如果你担心法案会通过会影响你 你符合EB2EB3的条件呢 应该考虑尽快的提交你的申请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法案的一个基本的介绍 接下来呢 有一些我们的评论啊 接着我们会讲到排期的情况 首先我们看到吧 有一些刷屏的 有一些标题啊 讲到说要这个寸草不生 灭顶之灾啊等等 这个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危言耸听 首先有一个本位主义吧 可能考虑到的只是自己的EB2EB3 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原来美国说收紧了政治庇护的这个要求啊 然后呢 看到说有的征庇的申请人啊 讨论说 那美国以后不办政治庇护了 还要律师有什么用 律师不就是办政治庇护的吗 我们对政治庇护本身没有特别的看法 那就在这里举出一个例子呢 就是说 就好多时候吧 如果只看到自己的本位 稍微眼界有一些狭窄 然后呢 另外呢 更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看到呢 那么印度现在排期是什么情况呢 对于印度的EB2申请人 排期是2009年4月 印度的EB3申请人 排期是2009年7月 距离现在都有10年的时间 然后呢 印度的排期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 换句话说呢 在美国的印度 比如说拿EB3申请人 工作人员 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等待 而且原来呢 算出来还要等好几十年 他们也并没有放弃 而是这个积极的争取 促成改变了这个条件 换句话说呢 比如以前的若干年里 拿工作签证 在美国工作的印度人 是吧 也都在等待这个漫长的排期 所谓的什么灭顶之灾啊 寸草不生啊 等于印度人过去几年都已经经历过 而且要过来了 而且呢 还对形势促成了积极的变化 那么这个韩玉说叫 比人也 我人也 比能是 而我乃不能是 说有的申请人可能觉得 我是中国申请人 我比印度申请人强 那你要有事实证明啊 是吧 你不能空口说 离冤献雨 不如退而结往 是吧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 有的事情呢 可以经过自己的争取来改变 比如说 中国留学生啊 数量说毕业以后 拿到了H1B数量比较少 对吧 说现在可能拿1万H1B 那为什么中国留学生毕业以后 就不能拿到三四万 或者更多的H1B名额呢 有什么法律限制这样做呢 有的人会说 你这样站直说话不要头 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说 对吧 那么中国留学生 有什么地方 说比如说 比这个印度的counterpot要差呢 你不能说 仅仅说 哎呀 这个印度人因为底线低 所以他比我占个便宜 我的能力就是比他强 就是显示不出来 恐怕也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所以呢 中国留学生毕业以后啊 这个拿到更多的工作签证啊 这个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点 根据估计啊 现在在排期中 等待交四八五的 可能说有60万印度人 看起来数量很多 但是这要看和谁比 真的很多吗 这些印度人 现在已经都在美国 在工作 而且很多人都是做的技术工作 有高收入 资本家呢 那不是傻子 那他这些人呢 当然也有相应的能力 贡献 如果作为比较呢 美国有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 或者叫无证移民 中国有3亿民工 那么60万专业的印度人是很多吗 一样如果说有的人看到啊 对自己的威胁 这个当然是有一个竞争 但是呢 有的事情 如果你无法避免 是吧 那尽量呢 你可以争取 说要么改变环境 要么改变自己 那么这些人已经在美国 早晚会拿到绿卡 对吧 而且相应的呢 我们估计 美国国会呢 可能会出台一些普通措施 因为按照这个法案 如果实行了呢 不仅仅是中国 可能至少有30来个国家 这个申请职业移民 都会受到影响 都会有较长的排期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很有可能 美国国会会通过法律 比如说一次性的增加 这个绿卡名额 不一定是单独照顾印度人 比如说呢 名义上可以是说 140已经批准了 5年8年 还没有能交485的人 可以有一个特别的措施 让他们能够交485 增加名额 那还有的人讲到说 美国如果印度人多了 那就不值得来了 不值得生活了 这个我们就不做 更多的评论了 是吧 但是这个我想到呢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 第一大国 对吧 在美国的留学生 数量也是最多的 我想呢 一般不能说 美国针对中国 有各种的限制政策 对中国留学生 应当说 还是提供了很多便利 比如说 这个OPT 除了OPT一年以外 STAM专业OPT 还可以延期 这个有 一共OPT能有三年的时间 对吧 你读了本科 如果再读硕士 可以有不止一次的 OPT的时间 是吧 那么 有的事情呢 说呢 我们在这里 尽量不持立场 这个就像说天气预报 说明天下雨 是吧 不是说我们喜欢下雨 对吧 给你提供相应的信息 是吧 正确真实的信息 供你来做出 相应的决定 世界的形式是这样的 即使你不到美国 比如你到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洲 恐怕仍然同样 会有很多来自印度 来自中东的移民 留学生 工作人员等等 即使你回到中国 那么中国在搞一带一路 对吧 也有很多来自 巴基斯坦 中东国家 其他非洲国家 等等的留学生 是吧 世界的变化 这个就是现状 还有一点评论 我们想到 就是印度人 不会永远排在中国人前面 前面已经讲到 2009年到现在的 印度人在等待的数量 60多万 看起来很多 但你要看和谁比 如果美国 因为经常有各种提案 说要合法化 上千万的非法移民 即使没有给他们合法身份 他们anyway也在这里 对吧 没有一个政治家提出 要把上千万人全都赶走 他们生的孩子 也是美国公民 他们也可能会长期待在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 风物长衣放眼凉 对吧 说的 那要不就争取改变环境 比如说你可以努力 不让法案通过 成为正式法律 或者修改法案的条文 增加绿卡的名额 如果不能 争取改变自己 是吧 那么印度人能够做到 那从2009年到现在的印度人 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可能过去10年 一直拿签证 在美国生活 工作 根据AC21 H1B可以延期 超过6年 那印度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申请人自己觉得 我特别强 什么方面都比印度人强 没有什么理由 是吧 说这个 不能在公平的情况下 进行竞争 达到类似的效果 那么像前面讲到 那很多印度人 比如从2009年 2010年就来到美国 已经等了将近10年 过程中 也并没有说 因为绿卡等很久 新的印度留学生 工作人员就不来了 或者在美国 就放弃career了 不做了 对吧 那仍然呢 在等待绿卡中 还有很多人 比如说在职场上 career方面 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而不是仅仅的怨天尤人 当然我们不反对 中国的申请人 尽量呢 争取自己的权益 然后我们把各种scenario 大家都解释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排期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呢 最近公布了 2019年8月的绿卡排期 这个全球呢 除了中国以外呢 EB1 2 3 类别呢 都出现了倒退 这个呢 应该是因为快到 财政年度末尾 绿卡名额将近用完的 原来 在上一个关于排期的视频里 我们已经分析过 这方面的情况了 排期本身和 HR1044呢 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这个法案 还没有成为法律嘛 那么中国的职业移民呢 目前2019年8月的最新排期呢 是与全球其他的国家同步的 EB1呢 对中国来说呢 倒退到了2016年的7月1号 EB2呢 对全球其他国家是倒退 对中国是前进 前进到了2017年的1月1号 就是说呢 比EB1现在还要快一些 EB2 NIW 从此前呢 比如说 今年早些时候和EB1排期 差一年多 后来差10个月 后来差6个月 现在比EB1都要快 这个事情呢 可能就像股市投资一样 要有一个长远一点的眼光 这个我们已经反复的讲过了 所以呢 如果你申请EB1 EB2 两个都申请 对个人是有利的 那么EB3呢 也有了大幅前进 到了2016年的7月1号 距离现在呢 也只有三年的时间 总体来说 对中国申请人来说 排期的时间并不长 目前中国的排期 比8年以前 2011年 中国申请人的排期时间 还要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美国绿卡很难吗 对吧 这个看你要怎么比较 是吧 横下纵向的比较 对中国申请人来说呢 其实等待时间并不那么长 以上是现象 那么分析呢 中国EB2和EB3类别的 绿卡排期 在近几个月呢 出现了较快的前进 这主要是因为呢 在过去几年里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呢 我们认为取得 H1B工作签证的数量比较少 尤其是和印度相比 有一些数据说 只有印度的七分之一 那么相应的呢 符合这个 利卡申请条件的申请人 就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这种大幅的进度啊 在以后估计呢 不会持续 很可能还会转成 按部就班 每个月前进几个星期 总体来说呢 像中国的EB2 EB3如果排期说两三年 应该说不算太长 应该算是可以接受的 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股 中国EB1排期倒退呢 除了也有接近财政年度 末尾的原因 还因为呢 来自世界各国的EB1申请人 一直数量都很多 造成了EB1呢 全球全年都有排期 所以目前呢 中国申请人 拿不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剩余名额 另外呢 大家知道来自印度的EB1C 华国公司经理 申请人数量一直很多 而来自中国的 从EB5以及其他类别 转申请EB1C的申请人数量呢 现在持续增加 都是对EB1名额呢 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预计呢 在今年10月1号 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以后 中国EB1的排期呢 会回到2017年的5月 中国EB2和EB3的排期呢 也会在目前的基础上 进一步前进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HR1044法案 取消绿卡国别配额 这个动向 以及2019年8月 和此后的绿卡排期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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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